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米幾乎是日日都會接觸到的食物 而相對於某些人來說,甚至乎是一日三餐都離不開米 所以我們今期節目要調查的主角就是米飯 首先在調查之前想問一下家方朋友 你們平時在選米的時候會選一些比較貴的 還是比較便宜的呢? 四元幾 三個幾到四個 三塊錢左右,三、四塊以上 兩元幾左右 四元一斤左右 三文雞那種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米質應該差不多 就看你怎樣煮 還是十元應該會漂亮些 我是覺得價錢越高,買的質量應該會越高 而且我會看一下牌子是哪種 很多東西都是買到很貴,但一般不會看價錢 不是說價錢越貴就是越漂亮 應該是在買一份貨,不是一份價錢一份貨 通過街坊我們知道有很多街坊朋友在購買米的時候都會選一些價格比較高 因為他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而且這些米吃下去口感也會比較好 和營養價值也會比較高 現在市面上有這麼多的米在賣 那都會有什麼米呢? 在我國相信神龍皇帝時期已經開始栽培水渡 去到殷商時代 道宮已經成為五谷之首 是中國人的主食之恩 油道米的果實脫渴而成 大米有梗米,鮮米和糯米之分 為什麼市面上有各種的大米之分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專家是怎麼分析的 在我們市面上比較常見的一些大米呢 是我們比較嘗試的一些譬如說精米 以及我們比較容易見到的糯米 這兩種米呢他們的這個性能是有點不同的 那我們嘗試的這些大米呢是我們做米飯來用的 像糯米的話就是我們前段時間端午節所吃的這個包粽子所用到的 它的黏度會更加大一點 除此之外呢市面上的一些大米可能還根據它的產地不同 分為東北大米啊我們的湖南米啊或者是國外進口的 像越南啊泰國啊等等的不同的米的這種種類 大米呢是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的 而且現在市面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大米在賣 那由於這個大米的產地和品種不同呢 它們的價格也都不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一間大型的超市了 在我身邊呢就是一些米了 那我們可以見到這裡呢就有一些散莊的大米了 還有在那邊呢也都有一些代裝的大米 品種是有很多的 經過調查員的一番觀察 發現市面上面的大米價格不等 有些是幾十元一袋 有些就以上百元 那我們可以見到呢不同價格的大米呢 它們的樣子都不太一樣的 好像我身邊的這一種呢 看上去就肥頭得意 非常之飽滿的 然後呢它看上去的顏色也是比較光亮一點的 但是它後面的這一種大米呢 看上去就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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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的 而且呢還是比較薯條狀的 看上去也是有些暗啞的顏色 那為什麼它們會有不同呢 我們都是請超市的工匠員和我們解釋一下 Hello 吳小姐你好 有四種這種像那種圓一點的 就是東北大米 那一種的細長一點的就是絲苗米 那種帶有白色一點就是散裝大米 像那個的話比較淡一點的話 然後聞起來有香味的話叫油加米 哦 油加米 那我又想問一下現在哪一種米它的銷量會比較好呢 這一種東北大米銷量現在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夏天呢很多人都喜歡包粥 這個東北大米包粥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經過剛才工作人員的一番介紹之後呢 我們才知道原來大米當中有這麼多的學問 那今天都總算是學到東西了 那不同地方不同產地不同品種不同價格的大米呢 它裡面的營養價值會不會都不一樣呢 還有這個大米哪一種的營養價值才會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說這個大米它的價格是比較高的話 是不是就證明一定好呢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調查下去了 為了調查清楚是不是越貴的大米營養價值就越高 調查員價格在超市裡面 選了不同價格不同品種的大米 現在翻面上呢就放了三種不同價格 和不同品種的大米了 分別呢就有這個 鄉下米賣一元八一斤的 而中間這個呢就是東北大米賣兩元八一斤 而最這邊的這個呢就是 泰國香米賣四元半一斤的 那之前我們也有提到過 說大米當中是附陷了豐富的營養價值的 比如說有蛋白質、脂肪和維生素等等 那我們稍後呢就會將這三款的大米進行打包 然後送去專業的檢測機構 檢測一下這三項數據 蛋白質、維生素和脂肪 看看這三個數據和它們的價格 會不會是成正比的了 好 現在檢測結果呢 已經拿在我的手上了 那究竟三種的米哪一種的營養價值 會是比較高、比較好的呢 我們馬上為大家一一揭曉 那經過我們今次檢測得出來的結論 首先跟大家總結的第一個結果 就是三種大米當中營養價值最低的 大家猜一下是哪種呢 會是鄉下米?是東北大米? 或是泰國香米? 是哪種呢? 對,沒錯就是它 最低營養價值的 竟然是售得最貴的泰國香米 那究竟哪一種的米才是營養價值最高呢? 根據我們報告的結果的話 最高營養價值的 竟然是我們最出人意料之外的結果 是鄉下米的 從我們今次的實驗報告結果來看的話 三種米營養價值最高的 反而是售得最便宜的鄉下米 這樣又是為甚麼呢? 根據檢測結果顯示 1號大米的蛋白質含量是每100坑7.49坑 脂肪含量是每100坑0.8坑 維生素含量是每100坑0.4毫坑 2號大米的蛋白質含量是每100坑6.3坑 脂肪含量是每100坑0.7坑 維生素含量只有每100坑0.23毫坑 維生素含量就是每100坑0.21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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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生素含量是每100坑0.21毫坑 維生素含量是每100坑0.21毫坑 大米的这个营养价值 和它的这个出售的这个价格高低 其实没有直接的一些关系 它的这个价格 其实是受它这个大米的来源 然后种植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影响 那如果这个大米 它是经过了精细的一个加工 我们有的时候反而会认为 这种大米它的营养价值反而会低 因为经过精细加工 它把大米外层都打磨得非常的光滑漂亮 但是大米比较有营养的东西呢 都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外层 因此这种大米反而营养价值会降低 原来大米的价格高低 并不是它的营养价值高低的标准 也就是说大米并不是越贵 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相反价格偏低的大米是比较纯天然的 保留的营养价值就越多一些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选大米呢 怎样才可以分别优劣大米呢 我们平时买米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那选米的时候又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广东食品药品职学院 找老师和我们请教一下了 那我手上呢就拿着两种的价格不同 和品种亦都不同的米 那现在就等老师呢 帮我们解释一下 怎样去选一些比较好的米出来了 老师我们这边有两种米 看一下 我们一般呢会有这种感官的方法来教大家 判断我们米的一个好坏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米拿出来一点 放在掌心 稍微的看一下这些米的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如果有条件呢可以把这些米粒放在黑色的尺上 或者黑色的背景的这个桌子上 我们来仔细来看 一般好的米它的颜色呢是金白色的 然后碎米很少 上面呢有比较少的腹白或者是爆腰 就是上面有一块白色的这个斑 以及这个米粒中间呢没有碎的这种裂缝 那么这种米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好一些 一般来说质量比较差的米呢 我们能够看到它里边的碎米会比较的多 然后会出现它的颜色呢不是金白的 正常的米的颜色会发黑 或者是有其他的颜色出现 那这是一个最简单通过外观能够看到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闻它的味道 那大家可以把这个米拿起来闻一下 新鲜的米好的优质的这个大米呢 我们可以闻到非常明显的优质的米的香味 那一旦是比较放得久的沉迷 发霉的米质量不太好的 闻起来呢可以闻到比较明显的霉的这个味道 或者酸味臭味 那我们可以通过闻的这个过程 能够也能够得到这个米好坏的这样的一个分辨过程 最后呢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拿一点米放在我们的掌心 然后向这个米哈一口气 然后再去闻一下 能够让它的味道更加清晰的能够闻得出来 那好的大米它的这个清香味和坏的大米 它的这种死烂变质是这种酸酸臭的这种霉味 我们就能够比较明显的闻出来 最后呢如果还是没办法判断呢 就建议大家我们拿一点点米 你可以直接生的米一两粒放在嘴里去拿牙齿咬一下 那好的米呢吃进嘴里的话 可以吃到清香和微微发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但是如果是稍微略质一点的米 它有点发霉的话 这种米放在嘴里去咬的话 我们大概用舌头就能感受到苦涩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味道 那通过这些方法 我们基本上就能够判断这个米它的优质 是不是很好 或者是它里边有没有发霉放置的时间长不长 等等这些问题出现 那刚才呢老师就教了我们几种方法了 分别呢就是首先看了 第二呢就是闻了 第三呢就是哈一口气盐之后再闻 而第四呢就是可以去试一试它们的味道 那经过刚才老师的一番解释之后 相信电视机前的你应该都会学到东西的了 看来以后我们在选大米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以越贵就越好的标准去衡量了 那在调查完越贵的大米 和它的营养价值是否成正比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米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煮米之前呢 一定要经历的一个步骤 洗米了 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传闻 说我们煮米之前呢 洗米的时候就会将大米的营养价值全部洗掉了 那究竟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 接下来继续调查清楚 洗米就是我们在煮饭之前 对米进行的清洗过程 几乎所有家庭在煮饭之前 都会将米洗过一次 然后再煮饭 不过好像大家的洗米方式都有不同的帮 洗米竟然会将大米当中的营养价值洗掉了 这个说法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一点呢 那在正式的调查之前 我们首先先去了解一下 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样洗米的了 我一般洗米呢就这样搓搓搓搓 要把米表面上的一些渣滋啊 一些骨壳啊 全部都洗掉 洗得干干干干干的 然后呢要把米啊 水啊洗得这么清 才可以 那我平时呢都会用这个热水 直接洗这个米 就洗一次就行了 因为热水的温度比较高嘛 而且这个米它的可能细菌会比较多些 所以我一般都会用这个热水去摄一下 然后呢就直接放入电饭煮了 那我平时呢 洗米都是这样直接开着水用头冲的 我觉得这样洗呢 所以我要将它的沉啊那些全部冲走 这样洗我觉得最干净 其他洗法我也觉得不行 当我街坊调查之后呢 我们才发现原来不同的街坊呢都有不同的洗米方法的哦 那分别呢就有鱼下的几种 第一种呢就是用水反复这样去吹洗大米 然后第二呢就是用温水来洗 第三呢就是用流动的生水来清洗 那不知道这些方法呢可不可行的呢 会不会将大米当中的营养价值洗掉它 我们现在就立刻来模拥这样的洗米方法来洗一下大米了 那在台面上呢呢我们就准备了同一种大米分成了三个等份了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依照以上所说的三种清洗的方法呢 去对这些大米进行清洗的 马上进行试验了 首先第一种 对着大米在水里面进行反复搓洗直至水变清 经过三次反复大力地搓洗 我们这个米现在洗出来的颜色 这个水的颜色已经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也就是说洗得非常干净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捞起身 然后呢放在我们这个密封袋当中进行备用 稍后呢一气拿去送染的 我们现在呢就用温水来清洗这个大米了 那我们首先呢 把同一个大米倒进去这个盘里面 然后呢就倒进适量的温水 看着我们调查完佳佳的架势 就知道它很然良熟得了 不错不错 清洗完毋 照够放入密封袋里面 并请标上记号 接着来调查完对流水对大米进行清洗 同样装入密封袋 标上记号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就用了街坊的 这几种不同的方法呢 去清洗了这些大米 而且呢 贴上了标线放了在密封袋里面 那我们跟着呢 就会将这三个的样品呢 就送去专业的检测机构 看一下这三种方法清洗完大米之后 大米当中的营养会不会流失了 到底这三种不同的洗米方法 会不会令到大米的营养价值流失呢 我们平时又应该如何先科学清洗 去令到最大限度保证大米的营养价值呢 通过检测1号大米 亦就是通过反复初洗的大米 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3.72克 脂肪含量是每100克0.58克 维生素含量是每100克0.197毫克 用温水晋能清洗的二号大米 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4.98克 脂肪含量是每100克0.54克 维生素含量是每100克0.17毫克 三号大米用流水清洗的大米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2.89克 脂肪含量是每100克0.47克 维生素含量是每100克0.13毫克 我们之前检测没有进行清洗的大米 它的营养价值表如下 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6.3克 脂肪含量是每100克0.7毫克 维生素含量是每100克0.23毫克 通过对比 我们发现经过清洗的大米的营养价值 相对来说都有所降低 其中反复初洗 温水和流水的清洗方式 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照这样看来 洗米会将大米当中的营养流失了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各种原因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米的营养价值主要在它的外层 那它外层上面所含有的一些营养物质 譬如说维生素B 以及一些无基盐 这些成分它都是比较容易水的 所以当我们在清洗大米的过程当中 这些物质它都有可能会溶解在水当中 然后被我们倒掉 洗米煮饭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事情 可能你会觉得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但是现在竟然说 洗米会将大米当中的营养洗脱了它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重歧视起身 那你说怎算好啊 这个米呢 不洗的话 又觉得它骚髒了 太和 而洗的话又会将它营养洗脱了 那有没有说什么方法在洗的同时 又可以最大保留当中的营养呢 最大限度的保留大米上面的这些营养物质呢 第一个就是用凉水来进行大米的这个清洗 第二就是我们尽可能的选择少一点的水 把大米洗干净就好了 第三在洗大米的时候不要揉搓 把里边的脏东西挑掉就可以 第四呢就是洗完大米之后 这些这个大米立刻就去蒸煮 不要放置时间太久 看到这里呢 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怎样去洗米呢 可以最大保留大米当中的营养的了 所以说切剂呢 千万不要大力这样去吹洗 那在洗的时候呢 轻轻地洗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那之前呢 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给我们生活调查团 去问我们说 这个大米怎样存放才可以避免不生虫呢 的而且确啊 这个米容易生虫的问题是令人很头痕的 那究竟要怎样存放才比较好呢 米虫是指大米里面的猪虫 在米里面最常见的米虫有两种 一种就是个鼻尖尖长长 看黑亮的粟米醬 另外一种就是白白长材会吐司 令到那些米结成球团的外米串蛾的幼虫 有不少人都觉得米生虫是很正常的事情来的 只要不是发毛就没什么事了 所以说对于米的存放呢 都没有太多的讲究 但是最近呢 也都有不少食用发毛大米的新闻事件帮 2015年5月9号 颜女社博州市日家超市 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大米 袋上面的生产日期是2015年3月2号 但是全家人食用了袋米之后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状 一是就呱吐 一是就恶心到想吐 没到有吐 据新华社店 据越南媒体19号的报道 专家研究发现 越南中部广义省感染了215名患者的神秘皮肤病 可能是由于当地居民使用了发毛大米所知 更加有小朋友因为食尘米引发到肝脏受损 基西附近8510农场场值幼儿园 有孩子吃了沉米中毒了 因为孩子吃了沉米 主要中的毒是黄曲霉素 据家长跟我说 现在孩子的主要症状有胃痛腹泻 然后身上还长了一些斑点 然后还有流鼻血的一些症状 所以大米的储存方式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正确地储存到大米 就可以避免大米不生米虫和不发毛 不知道我们的街坊朋友平时是怎么去储存大米的呢? 对大米存储的方式 述述大家都有不少的方法 我们之前采访过几位居民 他们储存大米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我们特意买一个这样的塑料筒 因为它尾片性比较好 里面的大米就不会发米生产 我家里的米半多是吃多少就买多少 然后就绑索它 我觉得因为吃多少就买多少 应该放进货币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生虫之类的 我是吃多少就买多少 所以我就用箱子来装住它 这样就会方便很多 前面我看到有些选择下 是呀,我买了辣椒和蒜头 就不怕米被虫煮 照样看来街坊对于如何储存大米 都有各自的小妙招 之前也有朋友跟我们说 如果储存大米的时候 可以选择在大米的上面 放一些大蒜又或者花椒等等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米不生米虫 不知道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一般家里的大米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把大米放在阴凉通风的这些地方 那同时呢 这个大米尽可能我们会把它 就是最好能做一个小小的密封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进行储存 避免这些虫子飞进去 那如果还是害怕这个大米长虫呢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味道比较重的 比如说大蒜花椒或者是干的海带 跟大米一起储存 这些东西呢 能够避免这些虫子污染到我们的这个大米 听完专家的意见之后呢 大家就要乍乍乱 把家里的米好好地储存起身 那节目来到这里呢 我们一起去总结一下 本期节目调查总结 第一 月贵的大米营养价值不一定高 反而口感略差 价格便宜的大米营养价值较高 第二 选优劣大米有秘缺 一文二体 三下气 四品相 三 错误的洗米方式会令到大米流失价值 正确的洗米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 洗米的时候用冷水 不要用热水和流水逃洗 第二 适当控制逃洗的次数 以可以逃去泥沙集资围刀 第三 大米就不需要用力搓盖 第四 洗米之前 不要将米放在水里浸 以防止米粒表层可容性营养大量 随水流生 第四 大米应该放在干燥、阴凉、通风处 对需要存放一段时间的大米 可以在米里放入沙布窄的蒜头 或者回香 或者直接放些干海带 看来用正确的方式去储存大米 是尤为重要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用正确的方法去储存大米 就可以更加有效地避免大米不容易发污 和不容易生米床 吃得就可以更健康了 今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你想关注更多 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八点半 鎖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 下期短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